大家好呀,我是云飞 很多时候我们玩手机玩着玩着 一天就过去了,很快啊 我们想要知道这一天都干了啥的时候 就可以查看一下手机的屏幕时间管理 小米的和苹果的都有这个功能 可以看到每天的屏幕使用时间 每个时间段的分布 每个应用的使用时间 解锁的时间和次数等等 当然也可以查看每周的一个情况 苹果的在电脑上查看的数据也是非常全面的 而且还有信息通知的次数 这些都非常直观 也非常nice 但如果你的手机没有这个功能 或者你想更加详细的来看看 你这一天都干了什么 那么推荐大家一个应用 应用监控 它和屏幕使用时间 它是一个性质的软件 但是功能却要强大的很多 信息也更加全面 那么点赞关注 我带你看看 记得上他家再搜查一下 下次用就不用再找了 我会在视频的简介提供下载的链接 我们安装好之后就是各种权限的一个申请 对于这个当心的同学 可以在手机管家里面 把这个网络给当作进入了 毕竟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联网的东西 然后就是建立应用列表 选择我们需要恢复多久的应用使用记录 这里就可以看到它的牛逼之处 这些东西原来都存在我们的手机里面 只需要一款合适的应用就可以查看小孩的噩梦 之后就是软件的主界面了 功能很多 我一个个来讲 首先是仪表盘 最上面和今天的屏幕使用时间 下面是历史 最常用的应用 点击最多的应用 类别 使用历史 热图 查看手机信息 查看手机历史 最长 屏幕关闭时间 这个只是最表面的一个东西 我们点击进入今天的使用时间 就会发现里面还有走览图 调形图 热图 时间线图 显案图 时间线图最离谱 这里面记录了 我什么时候打开过这个应用 看了多久时间 点击进去还可以看到 这个应用是什么时候安装的 使用的一个历史情况 就简直离谱啊 手机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信息 这个就是一表旁里面的内容 但还不是软件功能的全部 手机的电量使用情况 查看手机的历史 还有苹果手机上才有的 通知历史 在软件里面也都可以查看 今日头条和抖音这些推送的信息最多 应用安装的历史等等 有的是手机内部就有这些信息 直接调用显示出来就可以 有的是需要安装了这个软件 才可以记录查看 总的来说 这个软件的功能是很强大的 可以应用的地方也很多 而且假如你的手机里面 没有这种过度使用提醒什么的 你也可以使用它 来作为一个过度使用提醒 但是这个是基于你手机 没有这种自己的这个提醒 如果你要用的话 你觉得你控制不了自己的话 我的手机避充软件 又多了一个挺好 你们觉得这个软件功能强大 不来打个分呗 但这次的体验 让我感受到除了软件的强大 还有个人信息的细节 这个啥时候用过 啥时候点击的停留多长时间 都记录在啊 确实在如今这个新时代 还是需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隐私 不然最了解自己的都不一定是自己了 而是大数据 而是背后的分析画像 希望你可以在我的这个视频里面了解这个软件 我是云飞 如果大家在本期视频里面有所收获 请勿议点赞 投币 支持 这会帮助我敞出更多有意思的视频 要知道 你的支持就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 让我下期视频 再见